我和小美其實已經遇過不少次認出我們的人了 不管是認出我還是認出我的聲音 就是我和我朋友在聊天然後他們是隔壁桌 然後我就 然後他們就轉過來說 欸那個你是霸權嗎 他第一反正問我說 你怎麼沒有穿吊嘎 我就 小美不只我穿的 有些人都會問小美可以拍照嗎 小美沒辦法 有些人就說好沒關係 那我就按霸權拍就好 有的人就知道說小美不露臉 他也不想要拍照 他就不會拍小美 但有的人會偷拍 所以我就不太喜歡這樣 就是小美今天不想露臉 希望就是如果真的你在路上遇到我們 就是要給小美一個尊重 我會跟你打招 我會嗨 我會耶 我會跟你說麥德明 對小美也會跟你 你要跟小美聊天也可以 可是就是不要拍照 小美都不露臉了 那你也知道小美不想露臉 所以就不要偷拍他這樣 好下一題 請問霸軒是騎雲豹嗎 上次看到好像來不及叫 沒有我不是騎雲豹 我是騎野狼 霸軒有養動物嗎 我們家有養那隻狗狗 他叫做卡輝 我以前有養過鳥子 可是他死掉了 養了13年 他幽吊了 他老了 他老了 他現在在盆栽裡 他在盆栽裡 很開心 對啊 咖啡 我很擔心 因為我媽很愛我們家那隻狗 我很擔心 我們家那隻狗 因為要吊的時候我媽會哭得稀哩話 他一定會哭得稀哩話 而且又沒有其他狗狗可以替代他 那是心中的愛 對 那是有時候我就覺得狗狗養一隻 就像小美牠養一隻鳥 小鳥丘子走了之後你就沒有在養 就是我沒辦法把那種愛是切割到好幾分 比較少 有的人就很會切割自己的愛 好大愛喔 好下一題 小美和霸宣小時候 有什麼害怕的人物嗎 我媽 我有怕我媽 還有幼稚園老師 還有愛情班老師 我好怕幼稚園 我好怕國小老師 我好恐怖 喔 那妳 喔妳是說人物嗎 有害怕什麼人物 我會怕恰吉 那是娃娃吧 那是算人物嗎 算吧 那妳要說人物的話 我怕曾子 真的喔 我不會欸 我以前看過曾子之後 曾子的臉很恐怖 你知道嗎 他就是一張臉在那邊 然後那張臉我永遠無法忘記 我以前在洗澡的時候 我們家浴室裡面有一個小窗戶 在通風的小窗戶 他就是一個黑黑的小格子 我每次在洗頭 我在低頭洗頭的時候 我就覺得曾子好像透過那個小窗戶在偷看我 然後我就 我就趕快用水把自己的 臉上的泡泡沖沖掉 馬上把眼睛打開 果然沒有 沒有鬼 然後我就屁股洗頭 你知道 所以上次我之前就說我很矛盾啦 我就不相信自己人有鬼 但是我又很怕鬼 我覺得鬼比恰吉恐怖多了耶 恰吉只是娃娃而已啊 好恐怖喔 好啦下一題 小美最喜歡吃的甜食是什麼 餅乾 餅乾 巧克力 好像是巧克力 小美很喜歡隨身帶的零食 他就會突然變出餅乾或巧克力出來 你要不要出巧克力耶 快吃要不要吃啊 不給你吃 對小美很奇怪 很喜歡炫耀自己的零食 好下一題 你們會一起下廚嗎 其實嚴格想起來 很少很少 我會在廚房看小美下廚 對啊 小美很會煮飯 她是很標準的那種 會下廚的女孩子 妳會下廚是因為妳媽媽教妳的對不對 我們家好像很傳統耶 她覺得女生要會煮飯 所以小美煮的飯超好吃 很厲害 小美手藝很好 就是她是那種 家裡面有水果她都會切一切 然後弄一弄 擺盤放好 然後冰到冰箱 可能就跟你說 欸我有水果啊 在冰箱裡 我是小精靈啊 對她是小精靈 我是小精靈啊 你要睡覺之前 要在桌上放餅乾啊 好下一題 我們有沒有要開會員制 YouTube 我好像沒辦法給你們什麼東西 所以我會員制雖然很早就可以開 可是我一直沒有開 因為我不知道我開會員制之後 我能夠給觀眾什麼樣的東西 嗯 好下一題 情侶一起工作會吵架嗎 會啊怎麼不會 會 就是工作上遇到問題啊 快去做啊男人 還有小美遇到一些比較煩燥 煩躁的事情 對啊然後就喔 對 然後就扁在那裡 對然後兩個人的情緒都會互相影響 對啊 可是我後來就看到一本書沒有說到就是 像我現在 我現在也算半個老闆吧 對啊 老闆的情緒管理很重要 絕對不要因為自己的情緒 去影響到你底下人的情緒 我覺得老闆 你今天要當老闆 你的情緒管理真的很重要 要練習說不要把你的情緒去影響到你的員工 好下一題 小美有討厭的東西嗎 要討厭什麼 我知道你討厭什麼 喔討厭什麼 壁虎 喔討厭壁虎 欸我覺得很奇怪欸 我很多人大部分女生都覺得蟑螂比較噁心 可是 蟑螂不會啊蟑螂還好 哈囉 可是小美就覺得壁虎比蟑螂還噁心 那壁虎不行 壁虎他只是CE啊 他長得很噁心 他哪裡長噁心 他有尾巴 他有尾巴 他看起來很黏黏的 他看起來很像移動的膠水 膠水 他看起來黏黏的欸 他哪裡黏黏的 他看起來不太舒服 而且還會 叫 可是蟑螂會飛呢 蟑螂不會叫啊 他會叫不會怎樣 喔我不喜歡他叫喔 欸不然我問觀眾 他去別人家叫啦 不然觀眾 觀眾咧 觀眾覺得壁虎和蟑螂哪個比較噁心 壁虎表示無辜 我覺得壁虎還好欸 喔我不喜歡壁虎 有人說妳叫聲學得很像欸 喔我還會學其他動物叫欸 妳會學什麼 我會學貓咪 我還會學狗狗叫喔 好了先一題 為什麼小美那麼喜歡說喔 喔 為什麼喔 喔 哈哈哈 好下一題 小美跟霸軒有近視嗎 其實我們兩個都是有戴眼鏡的 對啊 就像現在我其實是戴著眼鏡的 對啊不然妳們會看不到很字很小的題目 對 眼睛要壞掉 做我覺得做 只要是妳做任何行業啊 妳要一直盯著電腦螢幕的 都超容易近視 我就去閃光啊 近視樣樣的 但是我們兩個都算很輕欸 那是因為我很懂得讓眼睛休息 我們兩個都是坐一坐 喔好累喔到床上睡一下好了 好繼續玩了 喝個茶 好下一題 小美可以夾搬成針止嗎 哈囉 針止 針止的sop是嗎 他會先從經裡面爬起來 他怎麼爬啊 他指甲會壞掉會裂開 所以如果那個頸其實很淺 你看你身高才150幾而已 背口井一定是很淺很淺的矮牆而已 其實只是躺在井裡面 然後你坐起來 然後爬出來 然後在井裡面說耶 然後跳起來 然後跳起來就 沒有沒有 你要想像自己是真子啊 你要爬出電視 喔 為什麼要用爬的 地板很髒耶 好啦 你可以走出電視 我用跳的 可是 現在電視又不像以前日本那個電視 以前日本電視都放在電視櫃上面 現在電視都掛在牆壁上 好高問居高正 你就不敢下來 對啊 有沒有梯子 好 好 下一題 好好奇小美是只有拍影片這麼ㄎㄧㄤ嗎 哇 很正常耶 我哪裡ㄎㄧㄤ 小美平常工作的時候 其實還是算ㄎㄧㄤ 喔 小美平常在我工作室裡面 她要去上廁所的時候 她用跳的 她用那種 我不知道什麼形容 她用兩隻手縮起來 然後腳步很速度很快的 她就像一隻矮袋鼠 然後這樣跑進廁所 然後跑進廁所的時候 還很喜歡把頭探出來看我 不會啊 很多人都會這樣ㄟ 蛤 有誰 那我問現在觀眾 有誰上廁所的時候 會用小睡布 然後兩隻手縮鎖起來 叮叮叮叮叮叮 然後跑進廁所的時候 再探頭出來看男朋友 沒有 沒有 我好孤單喔 為什麼全世界矮袋鼠周圍吃 然後 我要絕種 好下一題 霸軒如果訂閱數超過了張家夫妻 會感到開心 自己超越了偶像 還是傷心自己的偶像開始走下坡了 我覺得一半一半耶 我也很開心說 欸我有一天真的 已經很像童神一樣這樣子 那也會有點難過 就是說為什麼 就是可能計畫有點心有餘力而不足 那可能冰吃的不夠多 對要拳頭碎冰 下一題 為什麼霸軒頭像香菇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留那個髮型 可是現在不留 我現在都把頭髮往後 我太老了 老了不適合再留留愛 好下一題 小美的童年卡通有哪些 你童年最喜歡看哪些卡通 我小 我最小最小幼稚園的時候 最喜歡看小熊維尼 小熊維尼 對啊 然後小熊維尼看完之後 就會去上學 然後之後就開始看小紅帽 好恰恰 然後直到國中之後 就看回忍者 然後一去不復返 好下一題 爸就和小美信不信星座啊 他們就是說一個很大的方向 就讓你很容易就覺得說 我覺得他說的是對的 因為他說的方向很廣 你懵中了你就覺得準的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 可是像我是處女座 小美也是金牛座 人家說處女座 他金牛座很搭耶 可是星座對我來講 我覺得是給自己一個 台階下的理由耶 是嗎 就是例如說 我可能這陣子真的工作得很辛苦 也特別的不順利 或者是有什麼情況 我就會把星座帶進去 然後所有東西都推給星座 你看 找個台階下 就是你看星座 一陣子就過了耶 可是人家說星座七算是統計學耶 算是吧 畢竟人類這麼多 好 好那20萬Q&A就到 下集就到這邊啦 那 其他 其實還有很多問題沒有回答到 那個就留到30萬訂閱吧 好啦 不然小美女做個結尾 影片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按讚 哈哈哈哈 大家不要打擾了 好喔 不要摸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